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从黄大哥好了 我在19岁吧 19岁 那算是偏晚 对不对 就是至少是已经出社会了 对不对 偏晚 没有那么早 就像刚刚那个医师分析的 可能是国小三年级 所以你的第一口烟 就是在19岁左右 就是开始工作的时候 所以在这之前 你没有好奇想抽一口烟 那时候没有 都完全没有 很好 至少 虽然那个时候 19岁才抽烟 还算比较晚 可是还是不好啦 对不对 好那我问一下赵大哥 你的第一口烟是在几岁 应该是在国中 国中 好奇 也是好奇就对了 那时候是周边有同学抽烟吗 对 有同学抽烟 所以好奇的抽第一口就对了 对 被呛到了 呛到了 那怎么想要 呛到就不敢抽 真的吗 对 那后来什么时候才开始 后来也是到18、19岁那时候 才开始 又开始抽了 那时候也是什么原因 让你继续想要拿根烟来抽 然后看别人在抽的时候 就感觉很帅 很帅 你看吧 又想到一个重点了 以为抽烟是帅 是酷的表现 对 好 那所以现在呢 赵大哥你抽了多久 那时候抽烟抽了多久 前后 抽烟期 前后 前后到 我戒之前都有在抽 对 我现在戒了差不多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所以戒之前这样子抽烟的历史 有十年吗 还是二十年 有二十年以上 有二十年以上 所以你可以 戒了一年多算很厉害了啦 对不对 好 等一下我可以请你分享 你接烟的经过 那黄大哥呢 你抽了多久 19岁到现在吧 嗯 也是 当然陆陆续续续有想戒 但是大概都两三个礼拜 一个两个月就 就撑不住了 对不对 就 破功了 破功了 对 大概都二十几年了吧 也是二十几年了 所以等下我们会请我们的医师 跟大家来 跟我们的黄大哥讲一下 到底怎么样能够成功戒烟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蔡妈妈 你周边有没有 我相信你应该没抽啦 对不对 我没抽 没有抽 你周边有没有人抽烟呢 你周边有没有人抽烟 我先生 你先生有 以前有 跟小儿子都有 有 现在呢 现在不抽了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恍然大悟 我该戒烟的 我先生是 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 到医院 医生戒的 医生刚才讲说你不戒不行 不然你的病不会好 会恐吓他这样子 所以就这样戒了 对 所以你先生应该也是抽很久了吧 他抽差不多三十戒 三十 对是很资深的 对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给他戒掉 因为生了病 对不对 戒掉差不多六年了 戒掉也六年了 也不错 至少还好啦 应该因祸得福 还好医生戒的啦 对就是等于是因祸得福 因为住院嘛 然后医生叫他戒烟嘛 这样才会健康嘛 这点算是因祸得福 对 不错 那儿子现在呢 儿子也是借了两年 借了两三年 以前家里的人叫他借 也是要借掉啊 可是他买自己买来贴 借不掉 真的啊表示还算是有毅力啊 对啊 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先生又有抽烟 小孩又有抽烟 那时候家里的是不是乌烟脏气的啊 对啊 可是我大儿子都不抽啊 他不是小儿子抽的 小儿子抽的对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那时候你们也很困扰 就是他们在家里面有那种感觉 抽烟的感觉 所以我们家里住这个大楼都有 他在厕所抽也是 也是污染到你们啊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那个大楼 那个电梯里面都有贴个 禁烟标志 对啊 对 因为电梯走 空气的每楼都有 每楼都有 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也是很痛苦 还好现在解救了啦 他们父子两都已经戒掉了 还不错 很好 家庭里面就 空气变清晰了 空气变清晰了 对 很棒 那我们想问一下黄理长好了 像你在社区那个帮李明做一些服务啊 或者是看社区的环境 会不会也觉得很困扰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不能说全部了 就是有些抽烟者 他会习惯的就抽完烟 就这样随手就乱丢 会不会造成你们环境的困扰 我比较困扰的是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靠近市场 所以我们毕竟这种要推动的 可能有比较吃力 真的 可是我有感觉这几年 这十几年来 是共政府在推动这个戒烟的 真的很用心 所以这个给你们谢谢 真的 有啦 有时候我们也尽量 尽量把一些 那些吸烟筒或什么 把他们放给他们 那他们有丢烟地的地方 对对对 不要乱丢 不然看你也是觉得 整条路很清晰 然后烟地在那 感觉上就是怪怪的 对 所以等于是就是你看 抽烟对身体不好 对空气不好 对环境都会有影响 对所以他的连带关系很大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我们科长 那我们科长好了 就是到底我们抽烟对整个环境 它的影响 因为我们刚知道的是 比较是表面嘛 就是很可以联想到 就是空气啊 环境的问题 那到底对整个大环境 它有哪些的影响 可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其实抽烟呢 它的影响呢 大概呢 应该每个人都会知道啦 二手烟呢 事实上呢 吸二手烟的人呢 他跟直接吸烟的人 他危害的话 是一样的 甚至是更深的 那现在呢 又推广出来一个 所谓的三手烟的一个观念 二手烟是说 我在那边抽 我直接那个烟 隔壁的人 他就吸到了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 那现在已经发展 现在已经有三手烟的一个观念 出来就是说 还有三手烟啊 事实上那个香烟里面 那些微粒啊 有害的微粒 它仍然是停留在这个环境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摄影棚的地毯里面 或是说在窗帘上面 它仍然是停留在那里的 会有残留就对了 对会残留在那里的 所以它的危害呢 虽然我们进来 可能没有闻到香烟 或是没有看到人家在吸烟 事实上呢 它微粒是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是无声无喜的在影响着我们的 所以它的危害呢 是非常的大 是非常的大 有些是肉眼看不到的 对 对不对 这点是 这个方式就是 等于是现在自从 厌害防治法推动之后呢 很多一些抽烟的 必须在密闭空间不能抽 对不对 然后空旷的地方也要选择地方抽 是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抽烟的很辛苦啦 黄大哥 因为已经开始慢慢的 有点感觉被排挤了 所以要找地方抽里面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就不戒了吧 然后我们等一下找医师 问问看 到底怎么样来解决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 那个 一样回来是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股长好了 那自从厌害防治法上路之后啊 是不是很多公共场所都不能抽 是不是大家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啊 说到底是哪些地方 可不可以跟大家再讨论一下 这样子 好的 那厌害防治法规定 很多场所是不能抽烟的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教育机构 所以学校里头呢 是不能抽烟的 高中子以下的学校是全面经验的 即使是在操场里面也是不能抽烟的 这是一个教育机构 再来的话是可以看得到是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 那这可想而知嘛 到了医院的人就是身体健康需要被照顾的人 所以那个地方当然是不能抽烟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公众的一个室内消费场所 公公众消费的室内场所 他这个就很多了 我们去买东西的那个室内场所 积几乎都是一个全面经验 比如超商啊 卖场啊 百货都算就对了 这个都是 那另外一个是娱乐 公众消费的室内的娱乐场所 那可能像电影院也算娱乐嘛 KTV KTV 对 网卡这些都是 所以可以想得到 几乎都是 那再来 好了 工作场所 也要经验了 三人以上的室内工作场所 这也是全面经验的 那再想得到是什么 大众运输工具 计程车 即使是空的计程车 只是司机在里面 那因为它是一个大众运输工具 里面呢 还是不能抽烟的 所以可以讲的 我们 我们吃的住的用的 有很多地方的话 几乎都是不能抽烟的 所以真的是 这个是为了环境 要维护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潮流 跟趋势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国外有很多地方 逐步的 都把吸烟的范围缩小 净烟的范围扩大 那这是在保护 跟在维护大众的健康 除了人的健康 地球健康也要维护嘛 对不对 好 那既然讲到这个 因害防治法上路之后 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地球 保护大家的身体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到底这个烟害到底有多可怕 那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所长好了 到底我们抽烟有多可怕 吸烟有多可怕 其实见仁见智 看是谁在回答 医生回答就会觉得很严重 很可怕 不过我们目前来讲 吸烟就好像我们高血压 糖尿病 甚至肥胖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慢性病 那什么叫慢性病 就是不是现场急性 会发作 让我们生病甚至是死亡的一个事情 要在未来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都常戏称 有个漫画 那个死神拿着吊杆 他的末端 就像现在这张图吗 对 那个吊额就是烟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是被一层云给隔住的 大家只看到香烟 可是没看到死神在后面这样子 如果我们知道它是死神放下耳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碰的 对 但是为什么吸烟会有这样子一个比喻呢 其实因为我们烟害 其实这个烟草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搞不清楚这是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东西 说不定是外星来的 烟草竟然可以含至少7000种以上的东西 这么多 才小小一根 一根 很可怕 那里面至少 以前都说400 500种 现在都不太讲 数百种以上 有害的 有害的 因为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增加 从来没有减少过 那至少里面还有七八十种以上的一个致癌物质 所以你想想看 这么一个堵的东西 怎么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不会害怕 那会还是要每天去吸它 对 听到这个我们的米有隔 对不对 听到我们这个鸭蛋有带凹心 对 就很害怕 对 对 对 大家都不敢了 对 对 那怎么这个烟就没人去理它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死人的吊肝 这是我们的一个比喻 被云给挡住了 对 那其实这个烟它的部分 真的是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那会把一个人折腾的不成人样 不成人形 对 所以我们从头发 脸 从我们的眼睛 白内障 甚至我们的器官 肝脏 肾脏 肺脏 其实从全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 是不会受到波及的 不会受到波及的 对 所以要叫我受到多可怕 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我们到时候用个图来看 就知道我们如果变成这样的脸 这样一个人的话 有张图 对啊 这张图真的很经典 这张图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宝宝吧 一个小朋友 一个人 很帅的帅哥 然后结果变成是这样 有的肿起来的 有的化浓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